大家好 今天是5月13号 星期一 下午4点多钟的多伦多 今天呢 向大家更新一下我育苗的情况 因为天气转热了 马上再过一到两个星期 这些苗就开始种到地里去了 所以今天呢 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更新一下它们的生长情况 然后呢 再介绍一下我的蔬菜生长的情况 你看这个寒地莲 长的是很大了 这些Merrygo的这些花 它一个小的盆里面呢 长了能有五六颗七八颗 当时我的苗呢 啥的时候呢 都是密密麻麻的 因为到时候 种的时候呢 这个花苗呢 就可以给它多分 分枝 不是就分根 很好分的 所以呢 就多种了一些 现在呢 你看在这个花盆里面就开始开花了 并且呢 也很密了 长的 一个花盆里面可能有二十多颗 这些花苗呢 我很需要 要种很多 如果你买的话 要买很多 这样呢 有四五盆 能有几十颗 足够我用了 那么西红柿呢 一天一天的长得 确实是很明显 看这些粗壮的程度 看这个杆 颜色也好 又健壮 辣椒呢 本身又长得慢一些 但是也很有起色了 然后这些意大利瓜 就是狗瓜 它不但的长得挺大的 然后呢 很多的开始准备开花了 再过 应该是很快就要种了地里去了 这一棵呢 是后面种的 我前面那些西红柿和 马里沟伦都是3月21号 运的苗 这些这一棵呢 可能要管它两个星期 还有这两个熊柿呢 都可能是4月初 预的 所以长得又小一些 那么我的苗在预完了之后呢 出苗了以后 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 出苗了以后 然后正好在4月初 天气开始转暖了 我也基本是每天白天 都是拿到外面晒太阳 吹风 然后晚上都搬回家去 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 那么它特别在进入到5月份以后 因为外面的温度呢 都是十几度 有时候接近的20度 长得疯快 那么搬到外面去以后呢 温度外面有个温度比较高 有个太阳晒 我基本也是一天 到基本每天 甚至最多两天 就浇一次水 然后呢 一个星期浇一次到两次肥 我的肥呢 都是用这个腐质土泡的水来浇 所以你看这个熊寺 这杆 长得这么粗 现在还不到3月21号域的苗 也就一个半月 你看长得多好 所以我一直主张这个苗呢 不要遇得太早 稍微晚一点 然后呢 搬到外面去 晒太阳 然后有风吹 就会长得很健壮 然后呢 及时的补水和喂肥 长出枕叶以后呢 就可以喂肥 你看 他们现在长得是 特别茁壮 这些西红寺和辣椒呢 我可能是在 五月底到六月初 要种出去 但像这个 Marygold 和这个 汉地莲 可能再过一个星期 甚至是最近几天 可能都要种出去 因为都长得比较大了 然后呢 在五月份 现在温度呢 应该是不会再到零度以下了 这一颗五花果是 前年开始压滋 去年开始长得很快 你看 在车库里过冬以后 今年呢 就是在三月份 搬到外面以后 开始长椰子以后 同时 也开始结果子了 五花果呢 就是 从鸭枝到正常结果 长得很快 一年两年都长得很快 旁边的这一棵呢 是 老的这一棵 五花果 这个是养了 有五六年以上了 它呢 也已经 开始 长叶子了 我的五花果呢 特别是这棵老的 每年呢 都能长 二十多个五花果 它是叫做Brown Turkey 颜色发点紫 但是那个味道很好 它 耐寒区应在五区 但是我应该是种在花牌里面去 每年呢都搬到车库里面 在车库里面 过冬 当时外面开始消耗核一下 在三月初基本 三秒钟吧 就搬到外面来了 这是3月4号 种的 生菜 这是 Butter Crisp 然后呢 这旁边呢 就是混合的 Mixed 今天呢 都已经收了一些叶子了 大家看到盘子里面呢 都装上了叶子 这是今天是第一次收 那么新鲜 新鲜的 嫩小的 特别嫩的 生菜叶子 应该味道是很好的 那么这一盆呢 是后面 过了一两个星期以后 种的4月7号 就是一个月以后种的 是为了这个监种 就是续种 保证呢 后面也继续有生菜可以吃 这几个大盆呢 叫Reddish 也就是小红萝卜 你看长得特别好 很多呢 你看已经开始 接了 就是已经开始长红萝卜了 它那个小红萝卜呢 长出蒸叶以后 很快就开始长出小红萝卜了 它的播种 从播种到这个收获 基本是30天左右啊 我今天呢也收了一些 因为呢 他们有的 因为我种的 是比较密 你看就是 几颗在一起 所以呢 几颗在一起的连着呢 就可以 把有一颗到两颗 长出萝卜了 先收获掉 让其他的有空间 去生长 不要去增 去增夺空间 今天的小红萝卜呢 大家刚才看到这个 我的盘子里面也收了一些 就从这个这里面 还有后院呢 也收了一些 现在呢 都是开始鼓 鼓这些 泡泡了 就是小红萝卜 小红萝卜和生菜 都是喜欢 现在5月份 这样的温度 20度左右 天气凉爽 然后呢 雨水充足 我呢也是 一个星期 浇一次到两次 腐质土泡了水这个肥 所以呢 它们长得 都是很好 那么后院呢 几个大盆里面也是 生菜 和小红萝卜 看这还有 那么今天呢 刚才也是 在这个地方也收了一些 这些呢 它们长得快 所以呢 在初春呢 赶紧收获一些 作为这个早春的蔬菜吃 咱们叫做长鲜 它们的生卵期有短 所以呢 是一种 初春呢 很好的这个蔬菜 小红萝卜 还有生菜 大家呢 应该是在春天呢 多种一些这样的蔬菜 生卵期快 很快就可以收获 并且呢 营养丰富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像小红萝卜也好 生菜也好 对吧 这个瑞兹卜里面呢 有时候来 续种的 比前面看到的 要晚一些 小红萝卜也是 开始长枕叶子了 再过几天 也可以接触小红萝卜了 旁边呢 又种了一些生菜 主要是我 也剩了一些种子 那么在这些收了以后呢 这个床子里面呢 就可以种 这个意大利瓜 其他的 所以这些 生长期短 早春 喜欢 气候比较凉的 这些蔬菜 赶紧种 种的呢 收了收了以后 这个地方还可以用 再种别个夏季的蔬菜 都不当务 然后呢 最后呢 这棵 乡村树 现在终于是 看到 开始发芽了 开始发出 开始 发出 看 发出那芽了 再过几天 也是可以 收这些 宣论的 乡村芽吃了 所以呢 我五月份 我的花园 不仅是蔬菜 开始 都开始收获了 刚才看的 生菜 和小红萝卜 然后呢 花呢 也是 各种香花 都可以开了 如今香开 还在开 这个是 香味杜鹃 给大家也刚才做视频 介绍了 然后还有 韩国 这个香辣 甲蜜花 像绣球一样 又香又辣 香香的 然后呢 这些 鱼筋香 漂漂亮亮的 还在继续在开着 所以呢 既可以观赏 又可以 饱口福 各种 花 蔬菜 丰满了 我的花园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